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再背一次来 空性正见 菩提心 这是佛法的精髓 那佛教里面不管我们做什么 就不离开空性正见 那菩提心也大悲心做根本 所以有这个大悲心 看到众生苦而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 那你要圆满菩提心 如果你还有我只没有空性 没有平等心 那就没有办法圆满菩提心 所以讲来讲去就是 无我的空性 还有利他大悲的菩提心 各位把它背起来 好不好 那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重点 这个世间什么都是虚幻的 假的 但是利用这个虚幻的假的 就像刚刚各位在供养这个金钱 当你供养的时候 就是一种空性正见 断除千贪我吃 而且这个供养 希望斯拉切能够圆满菩提心的修行 对整个世界都有帮助 愿他们也成佛 我们也成佛 那这样供养不符合菩提心 那就功德很大 然后再把这个 这样子的动机的供养 不分多少 然后再来 当然回向给法界众生以后 然后对我们自己是追求什么 来圆满佛陀的智慧 圆满佛陀 就是菩提心 我们要追求一切智 然后再都回向完了 当然你一定要回向你的家人 跟你有缘的吧 所以那当然先以众生为主 最后再回向 那这你一开始供养 你可以用你的家人的名字去供养 这也是个空性 因为关心他 然后回向给法界众生 但是就是一个动作 也不离开空性跟菩提心 这样就好了 我们再做提升 也是个空性 把我布施出去 就是空性断除我之的意思 然后布施出去 就是个搭配性 愿众生吃己解脱 得到你的功德 将来成佛 那我们放生 放生也是空性跟菩提心 众生好可怜 所以我们为他皈依 为他持重 愿他将来成佛 现实不要被砍 被杀 将来能够往生净土 成佛 那对自己而言呢 我就是他 他就是我 治他平等 所以我们要修这个平等的空性 甚至我用我们的金钱 辛苦赚来的金钱 来帮助他 救他的命 那这样也可以消除我之 安住在空性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 各位这个叫善巧方便 就像我们现在念普贤 恨愿品 这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自己在用这个东西 但是要当愿众生 除了得到这个漂亮的花园 健康 更当愿众生 能够发起菩提心 那各位刚刚听格西张说 他们十二天按照这个仪轨 互相这样子帮忙 这十二天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 对整个世界 有这么大的身团 那我们汉人 虽然你不会修仪轨 但是你就用生活来保持空性跟菩提心 不管在做什么事情 都这样想 那空性是对自己 折服自己 因为不要自私 断除我要 我不要 那慈悲 关心对方 最后的目标 来 自己跟众生 接成佛道 这个就是菩提心 但是你要帮助众生成佛 你最好赶快自己成佛 对不对 因为你成佛了 你才能够有方法 然后告诉众生怎么成佛 就像地上王菩萨一样 他四限十地菩萨 那事实上 他是佛的菩提心 生出来的一个化身 所以林化身大师 也是佛的菩提心 生出来的一个化身 本来就是成佛一个佛的化身而已 他只是化现成各种的状况 配合我们 跟我们一样有肉体 在这个肉体的过程 怎么去视线 那所以 当然如果你有圆满的空性菩提心 那你也可以像诸佛菩萨一样 千百亿化身去帮助各种的众生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也就是说 越想要帮助众生 那要更要修空性菩提心 那越要圆满各种的资粮 那是结缘 所以现在你就要跟他们结缘 用食物跟鱼结缘 用钱买他们的名 用烟供跟他们结缘 用书本跟他们结缘 只要修行者 我们都要跟他结缘 所以佛陀才会说 你供养一个道德的人 功德很大 你供养一个五界的人 功德又超过百千万亿倍 你供养一个受食善业的 又更多 你供养一个比丘又更多 你供养一个发菩提心 那不得了了 所以当然 最大的功德还是 我们用一个空性菩提心 去做供养 然后对方也希望他得到 空性菩提心 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就供养佛 佛已经成佛了 最主要是自己将来也能够成佛 好不好 所以用这样子的 愿成佛的心态去供养佛 你自己成佛了 你就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念116页 把它念完 很期望各位新年新愿望 自己也按照这样去实修 当然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每一个都讲解 当然我讲解不见得正确 但是很多善知识 对这个进行品讲了又讲 就希望我们真实要去实修这个 所以我们刚出家就是背这个 也背不多 就是跟厕所有关 开门有关系 洗手有关系 洗脸有关系 每次各位去到场 都会看到这个 他就要叫你背下来 所以虽然佛法那么好 各位你不能意念在你心里 那很可惜 你也讲保持正念 就是这个意思 讲来讲去佛教就是保持正念 但是为了保持正念 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念头乱了 被世间的污染 被世俗的事情 根本没办法保持正念 所以佛教是一种提醒自己的意思而已 就敲目于提醒你 提醒你空性 不要执着了 假的 你现在觉得你女儿很漂亮 你老公对你很好 你太太很好 提醒自己 假的 空性 但是你就不行 所以你一定会离开这个空性 你马上会着这个像 我像人像 他对我好 他对我不好 我希望久一点受着像 我希望这个快乐永远都在 那我们就会背这个 那就是又离开了 所以来 离一切像 极见诸佛 那你要看到佛陀 看到真理 那你必须超越这个 所以你要保持正念 你不保持正念的话 那就不容易 那保持正念所以各位要窜息 就像说刚刚刚讲 十二天念同样的咒 修同样的仪轨 就是闭关事实上不是很复杂 就一天六字香 就像我们一天念六字香的阿弥陀佛 那个阿弥陀经 对不对 一天八字香 每天念的都一样 一天乃至七天保持阿弥陀佛愿往生的正念 就是这样 然后把这个东西就像 就像那个铁柱子要达到钢心水 而且敲一直敲 终于敲进去了 这样 敲进去就定在你的心里面 那你时时刻刻保持一个正念 所以我想各位 像我们现场每一个人 将来往生生病 碰到意外 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但是谁能够在变化无常意外的时候 还保持的 我在念阿弥陀佛 那就没问题了 我在思维心经 我正在背心经 随便你 你一定要抓住一个 我正在念的 我正在念的老法师 你只要抓住一个正念 来超越这个世间的分别 那你也讲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看你用得到用不到 此时正是修行时 车撞下去了 门打不开 又起火了 这个时候你这边 啊啊啊 啊到死也没用 那个时候 你要关修好 如果我 所以各位 这个社会上发生任何一件事情 你要做自他平等 自他交换 马上把他那个 换到你这边来 今天让你做皇帝的 你会不会骄傲 今天让你 把你脱光在衣服旁边 让别人强奸你 强奸完以后把你杀了 你会怎么样 那个时候 你把 你把做皇帝是快乐的 被强奸 被杀死痛苦了 那就是 没有 就离开正念了 那个时候 你要觉得 一切都是如犯如化的 尝完这个业障了 生起杀你的人 生起悲心 因为你还在保持 空性 菩提心 无我的 没有我在被 做皇帝 没有我在被强奸 我只希望对方 能够离苦成佛 你只能如此 各位这个要不要练习啊 所以修学佛法 如果你每天只读书 也不行的 要磨练 要一直拿磨练 所以你要把佛法的重点 抓到就好 因为各位不是要做革系的 你不见得要去读三十年的书 因为不见得每个人 但是你会开车就好了 会开车就好了 那开车不是太困难 所以 但是你抓到这个佛教的要点 你把这个车 能够载很多人到目标 到安全的地方 那最重要 但是你要如何保持正念 那你要一直练习 透过这个变化无常 这个世间的无常苦空 来保持空性跟普理性 如果没有这些 就没办法练习 就像各位打坐 或是各位正在听课 现在听课 椅子又没靠背 又没有软的垫子 拍描 这也是修行 这个叫法忍 地察法忍 为了要修学佛法 为了要清净善知事 大风大雨 你也要去听课 不能退转 打佛妻 打瞌睡 下回我们来办一个菩提讲堂 菩提呢 二十四小时念佛好了 念我去屁面 光念 你同一个太累了吧 但是一天而已 对不对 你爱睡 没有你去楼上睡 再来 但是各位要练习 如果你不练习 我老师告诉你 哪一天你心情不好 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你就自杀了 你受不了 就像我最近去医院 我大哥说 住医院 快开悟 隔壁的老人叫到天亮 我说你这在 叫给你听的 哪一天换我叫 我再换你叫 啊啊 别叫了 旁边没半个认识的 没半个认识的 啊还啊 对不对 你有亲人照顾你 那是一千个没一两个 大部分如果你去生在欧美国家 生在日本 都是在老人院啊啊吧 所以我去新加坡 那个老人院在六楼 我在一楼都还听了 他在啊 因为那种身心的痛苦 没办法形容 有些并不是说痛 心情不好 晚上寂寞 想儿女他也会哭 会哭到天亮 像小孩子一样 对不对 小孩子他哭并不是他痛 他就是肚子饿啊 对不对 或是妈妈不在身边 那种痛苦 那各位你要把这个 拉到你自己身上来 那你 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你不能说 哦还好 我每天修功德共生 买我买 那你错 那你这个修行 还是为了个人 不是菩萨道 菩萨道是 所有众生的苦难 都我能够承受 不但能够承受 我还能够关心他 我以自我超越的方法 来教对方超越 要讲吗 如果你没有超越这个痛苦 你怎么教别人超越 你没发脾气哦 你脾气比较大呢 自己要超越 这个超越就是空性 完全没有个人的喜欢讨厌 没有这个我的真实的存在 一切都只是一个 如幻如画 因缘合合的 这样而已 但是众生怎么办 希望所有众生 都能够如此 为了如此 所以我们必须要成佛 发菩提心 所以我想强调又强调 好不好 所以各位你要强调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因为我要成佛 所以我要有空性 我要放下世间的一切 要有出力性 和要跟阿弥陀佛一样 所以也必须用空性菩提心 来念佛 所以阿弥陀佛尊者 从因地 那利度母也好 一些诸佛菩萨就告诉他 来 无我的菩提心 还是成佛的方法 利他的慈悲 才是得到空性极净的方法 那事实上阿弥陀佛得到 这两个口诀 成为他一辈子的修行 所以他要去如何修菩提心 以及能够舍受的 能够奉献到西藏去 因为那边佛法不兴盛在乱 所以回到印度可以活到九十岁 度母跟他说 你去西藏只能到七十几岁 他选择西藏 去讲简单的业果伦理 所以人家都讲 你不讲深一点 最简单的 所以人家叫他 归一喇嘛 叫他业果喇嘛 他就讲的就是善恶果报 归三宝 最简单的 如果对出家人就讲这两个字 来 放弃舍弃世间 发菩提心 大悲利益众生 就这样 他一辈子就讲这个而已 以舍弃世间 发菩提心为基本 去慈悲众生 大悲心悦的 去帮助众生 那各位 你抓到这个重点了 所谓阿底侠尊者 他们叫噶当派 噶当派就是 把这个每一个字 都当作命一样来实践 经典让你看过一遍 每一个字 都是他的生命 用生命去实践经典 那个叫噶当 然后传到噶举 变成噶传 所以又把这个 一个一个传下去 大家去 实践这样就好 所以我想 新年还是要讲 来 没有个性 只有佛性 好不好 要不要来 洗衣机 洗一洗 对不对 沙沙漂白水 然后又干净一下 又弄一弄 换一个心态 这个叫修行 但是佛陀说 这个谁也帮不了你 除非你自己愿意 道理很简单 我们都看经典 很好很好 法师都讲得 很好很好 问题是你要不要做而已 解脱靠自己 佛没办法帮你断我职 但是佛可以用各种因缘 加持 给我们信心 但是你愿意 你有这个智力 佛力就加持 所以我想这个是因缘和合吧 因为众生就有佛性 那佛可以帮你点灯 那所以你愿意 那你这个菩提心起来 那菩提心的 一起来了 这个过程要靠自己去圆满 所以我想分分秒秒 都是 而不是说 我今天我想要在树林 我不想去台北 树林不能行菩提心嘛 菩提心是在任何地方 所以我想各位 在家可以行菩提心 出家可以行菩提心 冬天可以行菩提心 夏天可以行菩提心 健康也可以行菩提心 有钱也可以行菩提心 没钱好不好行菩提心 不更容易嘛 就没有金钱的执着 分别担心 对不对 就麻烦了 所以那我想 修菩提心不是在哪里的问题 真理在你心里 不在佛堂里面 不在经典里面 经典是个祝愿 但是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你愿意这样做 都可以 我想每一句话 都可以让自己成佛的 好 希望我们下回举办一个 一个考试 大家会念的就给他鼓掌 好不好 颁奖 也会念 做义工的开始 对不对 做义工的 也会念 对不对 因为做义工嘛 已经没事情 在这边一直念一直念 要会背 那才很有意思的吧 可以帮助很多人 那因为你要背就是个禅定 了解吗 背就是一种禅定 所以老实说 我们大家认识很多藏传的这些法师 他跟我们汉传哪里 他们的特点就是脾气都比我们好 他们的特点 我们汉传法师是个个有个性 谁摸带我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强迫一直背 没有第二条路 你刚才听 25年 27年就是这样 他就一直背 不背 背就被打 背 结果那是会打的呢 任波切掉起来打了 谁叫你做任波切 因为任波切人家邀请就更多 从小就是要逼你 小懒妈没身份 那更要逼啊 不然你没饭吃呢 他们最可怕的是 没饭吃 那你不背 过不了 所以他们一大早四五点 每一个人找个地方 就背的钥匙 不然午饭在哪里不知道 这也是一种方法 用各种的方法 所以他们已经修那种忍辱 在习惯 但是这样也有一个优点 但也有一个缺点 缺点就会消极一点 所以汉人比较会动 因为他们没有耶稣 这样人比较保守 因为他们在一个仪轨的范围之内而已 固定的 如果把它修好 但是因为这是各的各的因缘 但是如果两边都抓到 能够很内念 又很有冲劲 那当然更圆满了 好 随机帮大家多背 好不好 会背 来 会背阿弥陀经的 举手 阿弥陀 只有五六个想要去极乐世界 那当然你要一直念一直念 定才会背 那没办法 背完以后 那你才会去思维 所以各位 至少这个 进行品 你看哪几句话 对你很重要 然后你就先背下来 对不对 七句背下来 十四句 然后再来二十一句 让自己会用 会用 你每天都要开车 开车时 一个季 要实际上去 一个季 所以每一个时间都让你 发动的时候又一个季 停车又一个季送 下车又一个季送 你每天要上这么多厕所 那你可能会背了 所以你每天拿水 要喝的时候 有水的季送 就像我们要吃个午餐 要年二十临栽 这变成习惯了 但是其他呢 其他就没有人在念 就比较可惜 那如果你要成佛 那你要学佛 想众生 如何帮助众生 但是千万不要去伤害到 所以有一句话 至少不要伤害到众生 进一步要帮到所有众生 那就是佛教 但是帮有世间的帮忙 就像你给对方很多钱 给他一栋房子 他现在快乐 但是他未来还是会老病死 所以利用世间的帮忙 引导他走入了解脱的快乐 成佛的快乐 但是你也不能说 那我为了要给他解脱的快乐 成佛的快乐 以后参加法会 自己带便当来 没人要来 好 所以以后参加法会 我们会准备那个200块的便当 很多人就11点来 12点半就走了 也好啊 来中逼不 但是那就叫方便 所以佛教不能够离开世间的方便 不能说 那我虽然讲起多道 但是你没有把世间法做好 但是你做世间法 但是不能停在世间法 希望对方得到解脱 希望对方能够成佛 但世间先快乐 对不对 你想 这样多好 要不断祈愿别人这样 那养成这样 所以这里面刚刚有读到 吃到好吃的怎么念 吃到不好吃的 哎呦 保持三三昧就好 一切变化无常 不像我们想要这样 吃到柔软的 哎呦 保持慈悲心 吃到粗糙的 保持忍入心 那所以你要利用 身脑病少好歪歪 各种境界 然后来转化你的心 所以各位 我们每天 面对这么多人事物 那你会把这些人事物 所有的变化 都装作佛法 看到太阳 那么不动如来 信心如阳光 对不对 吹到风 看到云 开到车 那我想这里就是 佛教很有意义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散乱的人 或是一个懒散 什么叫懒散 明明有脑筋 却不容易动脑筋的人 只想说 几点了 可以睡觉了 所以 那你就把脑筋弄得 单纯的以后 以后你就变成一只动物 睡觉 吃 睡觉 吃 因为这是你的习性 虽然你没有做坏事 但是这样就是一种放逸 那脑筋歪了 你赶快拉回来 拉回来 我怎么可以去想男人女人的事情 我怎么可以去想设计别人的事情 对不对 我怎么可以想恨他的事情 我怎么可以想担忧的事情 这个担忧也会伤害到你的佛性 那你要赶快转念 把这个妄念转过来 那所谓善知识 他就说提醒你 这个很重要 因为凡夫真的做不到 那你要有善知识 互相帮忙提醒你 那如果你真的要成佛 那更要有如佛的善知识来提醒你 什么叫空性 什么叫菩提心 这个事情是对是错 如何如何 如何把这个对错不要计较 而转为修行空性跟菩提心的方法 这个叫善知识 那如果没有人提醒你 那很可惜 除非你成佛了 那就 那就无所谓 你如果没有成佛 没有善知识 一直提醒你 那你就会认为 以少知识 所以像世间人 我有成就了 他就停在那边 叫傲慢 佛教有佛教的傲慢 所以 然后他就不能再进步了 所以这个末法就会变成 虽然世间法一直很兴盛 那佛法却一直暗淡下来 因为我们一个佛教徒 没办法发起一个 一个广大的悲心 菩提心 所以现在很多老和尚都跟我们交代 就像正华长老 绝光长老 来 劝大家发菩提心 送菩萨戒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趁远再来 扑度众生 这就是要强调要拉这个 但是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听的 我们还是必须从对方选喜欢的 那像各位是老佛教徒的 没问题 要发菩提心 但是如果回到你家 你不能讲这个 什么菩提心 你要讲的就是 人情世世 怎么去圆满 多一些感应的故事 心灵小故事 所以我从年轻讲到现在 我不能再讲这个了 我以前只有讲心灵故事 一百故事 听那个就好了 但是现在要一步一步 应该是他们法师 特别年轻的法师 我都要求 战江法师多背十个故事 一来就讲故事 不要光屎屎 讲故事 我故意就慢一点来让你讲 一个法师讲三个故事 十个法师就三十个 我就坐在旁边入定了 对不对 反而像换我来讲 师父你徒弟还没讲完 对对对 听故事 故事讲久就会变自己的了 变成自己的 你讲故事的时候 就是一种感应 好像在讲你自己一样 了解吗 所以各位你要把佛法 讲出来变成 是你自己的人家 才听得下去 如果你讲法是 照本身课 你也疼 我也疼 两个都疼 没有 因为跟你没关系 所以各位要串洗 所以我以前的习惯 我一个故事可以从高雄的监狱 讲到台北的监狱 讲完以后再讲学校 再讲到高雄去 那故事我已经讲一百遍了 变成我了 我变男主角了 所以讲起来就很顺了 对方比手画脚 觉得很有感情 因为不是在背东西 在背东西是很无聊的 对不对 要活里活现 要演员 要演得像那个男主角 对不对 演什么要像什么 那这佛教里面叫我们要这样 串洗 菩提心要串洗 你的悲心要串洗 你要让对方 就像一个小朋友 我们到儿童医院去讲 到儿童医院 你就要唱唱歌 跳舞 然后讲得很有意思的 对不对 给他听 眼睛他才会瞪得大大的 那你这些各位都要去磨练 你不能说 这个我不行 我不想这么做 你不想成佛了吗 我师父常问 你不想成佛了吗 你不想做 你想成佛 没有一样 你不能做的 三千诸佛都从厨房来 我每次听我师父讲 我就嗶嗶说 就赶快去厨房吧 想办法 好在现在还有微波乳 太好了 微波乳我负责 炒菜我师父负责 我们两个以前住在一起 我负责微波乳跟洗碗 下面下米我会 对不对 那我师父负责炒河南菜 又油又辣 站着站着 所以这样配合配合 对不对 但是实在 因为以前出家人 就没什么都要学了 对不对 现在出家人 因为会读书 就会有各种借口 我要做那个 我要做那个 他就什么事情都不会了 就离越来越远 所以事实上 一个人要做菩萨 就是 媳妇熬成婆 对不对 你不这样熬 你学不了东西了 因为你那个不会 你怎么度众生 因为这个菩萨 是很会煮菜的 然后你要跟他讲佛法 要从煮菜入口 对不对 这个菩萨是做洗衣店 那你要从衣服入 对不对 所以那你什么行业 你都要参与过 那这个参与 不见得说你亲自去做 因为你关心他 所以你就会 自他交换 你要去了解他 去关心他 把对方的生命的经验 你有悲心 自他交换 给他融入过来 再加上佛法的 这样子的理解 然后就变成你的东西 变成法的味道 所以我想 同样的饭菜 不一样的煮出来 不一样的味道 那如果各位能够对 有这种菩提心 悲心 各位你想想看 一个有菩提心的 拿一杯水给你喝 那个加持大不大 那个可以跪下来喝的 并不是说他特别念 因为他有菩提心 这个水经过他的手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很喜欢那些老和尚 老上师给我们加持一下 对不对 这个加持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你的菩提心熔炉 什么叫加持 爱与慈悲 便是加持 就是这样而已 还有别的加持 所以我想念什么是个方便 因为众生希望你听到 念一些他听不懂 这样就好了 重点是你有一个悲心 你有一个悲心才是力量 但是基本上你念了一些咒 你知道这个咒的本愿功德 所以他生病你念什么咒 他又烦恼你念什么咒 自信流露 咒就是一种悲心跟愿力的声音 自然流露了去帮助他 而且是自然的 我想各位路边看到老人 快跌倒 赶快去扶他 这个就是修行 而扶他的过程 赶快把你的功德给他 祢好也祈求他不生命 老婆是有 让他欢喜 有念福吗 有哦 赶快念诸送你 你要借那个机会 跟他结缘 所以我的做法 我比较随便 所谓随便是随缘 不管在任何境界 我都要参与到对方 我一定要参与 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等飞机 后面有两个人在聊天 万一看到变顺风了 我一定要听 哇这么严重 然后我就在旁边祝念 对不对 偶尔会转头一下 他不看我就算 他看我笑一下 我就加进去了 因为我都已经做完功课了 我就融入 融入 因为我觉得 各位你相信 做你后面一定跟你有缘 不然不会做你后面 做你旁边一定跟你有缘 你只要跟他讲话 他一定跟你讲话 没有缘 这么多人 不会坐到你身边来 就那一天 我们暂性法治 坐飞机回去以后 他回来跟我说 师父你知道吗 我坐在飞机上 四个人 我夹在中间 一个是我妈 一个是我姐姐 一个是 因为他会关 妈妈姐姐都坐旁边 我说你有没有跟他讲话 不知道讲什么 我说你会关 但是你没有跟他讲什么 不知道讲什么 只是我觉得 怎么会都是我妈 我姐姐 我说本来就是 你坐到哪里都一样 我说你现在你好好管 那天去医院打诊 我说几个小姐 护身给你打诊 三个 三个跟对你 有 第一个是来报人 那个打得好睡觉 第二个是来报仇的 打得全身过敏 我说以后你 然后他就跟医生说 能不能那个 不要那个来打 不可能 碰到一定要他把你打死 还会打 不可能 不换人 然后第三个护士 能不能叫他不要来 他就把那个开了 然后故意让他不低 然后营养剂根本进不来 赶快再给他叫一下 那护士 好好帮你弄 然后又跑掉 又不会低 那是来报仇的 对不对 但是你换不了的 因为因缘来了 就像各位 你结婚的时候 因缘可以换吗 换不来了 你生小孩 因缘可以换吗 换不了 所以你五分钟 都有因缘的 所以你要 随这个因缘 马上修 你千万不要 一气当下的 舍弃众生缘 然后我要去追求什么法 我要去干嘛 那你就不会修行的人 你把佛法 跟实际的状况 隔开了 那因为你看不到法 因为诸佛菩萨 一直在创造 这个因缘给你 那你要把握 那个当下 保持这个 该有的动机 该有的动机 刚才讲的 空性大背心 菩提心 就算他不跟我讲话 要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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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漂亮 愿他更漂亮 从漂亮入佛法 他要有钱 愿他更有钱 从有钱里面 体入佛法 都可以吧 那我想这个 尽行品的意思是说 随时保持 清净的意志 行是一种 一种行为意志 去祝愿对方 去帮助对方 然后这个是 我们要修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 保持这个意志 就算你 你得了佛的智慧 也没用 为什么 因为你不想帮众生 我想大秤的一个 一个 为什么我们汉传的出家人 一出家 他就叫你去厨房啊 去做资客啊 去扫地啊 去接电话啊 去排桌子啊 管你什么身份 因为你这个都不想做的话 那你去读书 读到博士也没用 书呆子 因为你讲了我听不懂 我讲了你听不懂 而且你 你读得越高越骄傲 越骄傲的时候 越伤害自己 这个叫真的读 就格格不入了 所以我要懂得随缘 随缘 那你就不会有逆境 我要那个 我不要那个 所以除非你有一个愿力 比如说我玄奘法师 那我这个时候看到了 中国的佛教的状况 所以我为了这个拼命 我也要去取出 更多的佛经来帮忙 那可以 他并不是舍弃中国 别人怎么误会他 但是他看到了整体的状态 整体的佛教状态 必须靠着他这样去 把这些人拿回来 所以他不得不舍弃 那世上很痛苦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过年回家了 你发现你妈妈生病了 你弟弟也生病了 哎呀怎么办 那时候你赶快要离开 因为我先去给他找药 如果跟他们讲 他们病马上会发作 不能跟他讲 等我去找到药以后 再拿回来跟他讲 吃好了才跟他讲说 我为什么要离开 因为那时候你已经病入高房 快死了 我找出这个药给你 所以要这样子的悲心 去关心对方 而不能说 也被世俗法给融入了 好 大家翻过来 念一下这个回向品 那我也希望这个回向品 各位你能够天天念 因为我们从早到晚 念一下 广修功德 广修功德 因为你只要怀着空性菩提心 你在开车走路 都在修功德 然后你也会点香 你也会共生 然后最后 这个功德呢 都要发愿 回向给 叫回向发愿 因为你要入 做个菩萨 那当然 几天菩萨 他造了这个 入菩萨行论 所以他写的是 照此入行论 他叫我们 所做的功德 面面俱到 都要关心 愿条啊好 好不好 愿台湾没地震 就是说 你要去关心 整个世界 事实上 你所做的功德 这样去祈愿 请问地震 会不会大化小 会呢 台风会不会大化小 会呢 生病会不会减轻 会呢 一定会的 所以地狱到的众生 也会离苦 所以不管你点灯 你念佛 你忏悔 你用菩利心来做事 那你回向给六道众生 所有的祈愿 都能够渐渐的满怨 但是佛是圆满者 那至少我们有三分力 就有三分的帮助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 137页 后面几个字也好了 无恨愿得如 文殊圆满心 就是希望我们的修行跟愿力 可以像文殊菩萨一样 空性大悲 正在发菩提心 已经发了 就是要能够有文殊菩萨的智慧 这一句话后面最出名的 乃自有虚空 以及众生住 只要这个世界存在 众生存在 愿无住世间 尽处众生苦 所以菩萨就是 每一个菩萨都是地藏菩萨 只要有众生在轮回 他们都安住在轮回里面 所以轮回是菩萨的净土 所以轮回更是菩萨的战场 不能被轮回卡住 而且要在轮回里面度众生 愿无住世间 净除众生苦 各位 永远住在树林好不好 对啊 树林通通离苦 你才能够离开 那本来菩萨就要反映 树林都那么久了 何况台北呢 台北都那么大了 何况台湾呢 台湾完以后 还有其他国家 还有很多地球世界 法界众生 所以那你要 虽然没办法 但是你的心愿可以不断了 跟他们连在一起 所以要真正的讲众生 这两个字大家都会讲 但真正关心众生的就不多 除非你有空性悲心 不然你不知道 众生一体的观念 你不能感受到 所有众生的苦 因为众生就是因缘和生 所以众生一定是重灭 一定是痛苦 所以只是所有众生 都不知道这个生灭的真相 每个人都在追求 再来自他交换 众生诸苦透 愿惜报无生 愿因菩萨得众生享安乐 所以所有众生的痛苦 都回报到你身体来 去承受众生的痛苦 好不好 要发这个愿 要用心去承受对方的痛苦 我想我们的最爱的人生病了 就想我真想替他痛 对不对 你有这个心愿 那当然你没办法替他痛 没办法 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愿 到哪一天你圆满了 你还真的能够吸收众生的痛苦 所以但是各位 你连这个愿都发不出来 也不可能会有那种力量 那所以各位 要用这个愿 来修你的悲心 也用这种愿 来断除你的自我爱惜 我怕我自己生病 所以众生诸苦痛 愿惜报无生 但台湾人我觉得 你卖的愿 说死就会死 不能说 说病就会病 他不要说 那佛法你就要讲 来来来你的病 你的痛苦都给我 你要敢讲 敢讲就够感动了 对不对 所以也让对方感受到 你对他的关怀 所以我想读到这边 你会觉得 一个修行人 他永远有一个健康 光明 欢乐的思想 绝对不让一个逆境 一个痛苦 放在心里 都要来尬 了解吗 只有好 没有但是 所以各位 再问一下 老婆好不好 没有老婆老公 你怎么会开悟呢 怎么会给你一个儿子 让你好好照顾呢 但是你永远要想光明的 因为你要是想灰心的 伤你自己最严重 各位记住 你觉得年轻 什么时候被欺负了 哪一个人行为不好 让你觉得看不习惯 最伤害你的 这个叫心灵毒素 为什么 失去悲心 批评对方 不喜欢对方 那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转掉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 越痛越念佛 对不对 越苦越念观音 就还是不让自己 有负面的念头 永远只有正念 因为负面的 本体也是空性 也没有一个我在受苦 你要告诉你这个 就说 我们真正念要受赢了 那一定不能讲坏话 一定不能抱怨 不好不好 所以有些人来找我 师父出家 很好很好 为什么要出家 我没有 对我不好 你不能来 你了解就好 但是你不能抱怨 你抱怨 然后事情就很严重 就因为你这个 称恨心会带到 这个团体来 了解吗 你在家里 跟你太太不合 跟你先生不合 你到出家来 跟我们没有一个合的 你佛陀你都看不习惯 很多人已经不信仰佛陀了 如果信仰佛陀 他不会不信因果的 这是实话 所以 虽然他是好像修行 但释迦牟尼佛不是他的老师 你看这个人多可怜 他用他自己的想法在演戏 因为他已经 内心里面有受过伤的人 内心里面 有一种排斥力量很强 嗔恨力量很强 嫉妒力量很强的人 你就很难修行 所以各位还是要先进化 先进化 那当然进化最好的方法是 故意承担别人的痛苦 众生诸苦痛 夜息报无声 因为老实说 一个念头就好几次的轮回 今天你年轻的时候 被某一个人骂了 你耿耿于怀 下辈子保证他是你兄弟姐妹 保证的 甚至你要好几次跟他做夫妻 又爱又恨 因为你有一个念头 所以我们叫阿赖耶士 这个意识田里面 一个种子就会让你去投胎了 所以念头决定一切 所以为什么要 要强迫自己 一直念 一直背 不间断的 不间断的 保持一个正念 因为任何一个念头 就像各位看很多故事 主法的法师突然 突然在想个钥匙 结果那些鬼 全部看到钥匙 吃到钥匙 没帮家 意思是因为你的念头 你既然这个时候 在私死的时候 你不能有别的念头 反而还要加入更多 很好吃的 这样来 来给他漂亮的衣服 漂亮 只能不间断的 这个叫三昧的状态 保持一种空性 叫金刚 完全只有在想对方 那各位你至少要念习 五分钟 十分钟 好吗 五分钟的慈悲 一步一步来 五分钟的慈悲 你心里不安定 超一遍心惊 好不好 二十分钟的定 那每天超一遍 你的忧郁症不见了 你的躁郁症 抱怨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你开始在定了 开始在定了 那你一定要练习 所以刚刚各位 我们讲一起在共修 一起在念这个 这个力量大不大 有五百个人 保持在一个 五分钟的禅定 一念清静心就不得了了 何况五分钟的禅定 而且有人还去思维里面的意思 那还生起了一个怨 我也要这样 生起了一个悲心 这个世界就改变了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事情越痛苦 比如说你现在脚很痛 痛 痛得要死 要被切断了 医生在开会 到底要不要切断 糖尿病 你越烦恼 他就越恶化 这个时候我要拉回来 这真实的生命 是我的心态 心态影响我的肉体 所以我那时候看会保持正念 你保持正念 等一下 自我疗愈 你就会 你的身体就会自己 依靠 医治自己 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 因为我们的贪嗔痴 慢疑造成各种的不一样的病 所以我们现在统一生起 大悲心 菩提心 那个时候十分钟 二十分钟 你会发觉 这个时候怎么不会痛 这个时候就好 然后你就维持久一点 甚至有一个惭愧心 拜拜颤 又去做利他的功德 又去思维悲心 那你会发觉 头痛好了 癌症还在不在 他就不少了 他癌症还在 但他不会发作了 但是你又起心动力 癌细胞又来了 谁把癌细胞找来的 对对对 自己的烦恼 业力又把它拉过来 所以为什么讲 思维空性 忏悔业障 这是消业最快的方法 那特别是思维空性 念心经 念金刚经 而且定在里面 所以各位打坐 看一个钟头的心经 好不好 一个钟头 要规定 你不能说 那我心经五分钟都念完 这不算 一个钟头 心经读一遍 一个字一个字去分析 分析好以后 融入自心 当愿众生 都能够得到心无挂碍 你要这样祈愿 接地接地 菠萝接地的确是祈愿 所有众生都到空性的阶段 都圆满菩提 还要这样祈愿 那你要让自己 一定要念习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太快了 太快了 心在极乐 那个时候你就在空性的状态 在悲心的状态 特别我们现在有这么多 这么好的经典 但是如果各位刚刚在念的时候 你会觉得 没什么意思 要念多久呢 因为你没有用心 那就不行 所以像我自己 我很喜欢操 我都是从头到尾操一遍 自己操的东西 最好是用血来操 这样啊 因为佛菩萨给我们的每一个字 都是他的血泪啊 那我们要很认真的把它操下来 就像我现在在讲 你最好耳朵变一百个 还有录音机 还有存档 然后你听一次 百声不忘 这个叫闻所得慧 像背下来一样 然后呢 我听完以后 我好好的去里面去思维 怎么样去做到 思维所得慧 然后你就去达到这个好处 修嘛 你去实践了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 这个极天菩萨的回向发愈文 变成你的回向发愈文 对不对 发扬广大 你还加入现在版的 怎么样去加入 现今的社会的问题 所以愿地震不发生 愿恐怖攻击不发生 对不对 愿枪击不发生 愿被强暴不发生 愿被虐待不发生 来 愿所有老人愿 皆得妥善亲切照顾 对不对 老人愿 孤为愿 愿所有家庭 愿如何 那你要一直这样 祈愿 然后把自己的念头 就在一种立他的念头 那因为这是修行的根本 你要有这个悲愿 有这个悲愿 然后呢 再透过一个空性 善巧方便 终于成就了 成就了以后 那你过去所发的愿 就可以按照你的愿 去 各位看 释迦摩尼佛五百大愿 他为什么在菩提树下 他什么地方出生 都是他过去发的愿 他建构了一个生命 他不是随着业 还是随着愿 这样来投胎 从他从都算天到八十岁 都是他过去累劫发的愿 所以愿力不可思议 所以就这个意思 再来第五行 愿因菩萨得众生享安乐 除了我们自己的功德 愿诸佛菩萨的功德 让众生离苦得乐 愿除苦良药 一切安乐缘 所以愿消除痛苦的最好的药 就是甘露 就是佛法 一切众生安乐的因缘 教法得护持 长久住世间 愿正法 所以各位要护持正法 要设受正法 这些教法 得到我们大家的护持 但是护持不是光印 我们自己也按照地藏经在修 我们按照怀音经在实践 这个法就留在这个世界 因为教法得到护持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有钱有利还不够 还有人实修这个教法 实修这个教法 所以我以前亲近的一位善知识 念一下一心顶礼 诸托伦婆切 诸托伦婆切是修到 利杜姆成就的 利杜姆 他的闭关的洞 那个白色的大理石 都献出利杜姆完成的形象 所以我那时候 我们有很多人就跑到他 尼泊尔寺庙 接受他利杜姆的传承 哇 挂了五六个钟头 非常仔细的 到了临命中前 我们都还能够拜见他 终于他又来了 长得都一样 那菩萨一定会 马上又来 来利益众生 所以这种轮回很有意思的 那希望我们的轮回是 能够 能够满怨而来 还继续帮助众生 所以礼尽文殊尊 恩生无善心 所以我们不断地去顶礼 因为极天菩萨的本尊 是文殊菩萨 那每个人的本尊 你喜欢哪一尊也可以 或是相应哪一尊也可以 那本尊就是你的佛性 也是你的菩提心 所以看到文殊菩萨 就想看到自己 看到观音菩萨 就想看到自己 所以每个人都要有 就是当你想要打坐的时候 就齐请你的本尊 地藏菩萨 林华生大师 阿弥陀佛都可以了 就是你非常有 你已经把生命 依止他 碰到再怎么样状况 只要一念他心里 就会有信仰 就会安定了 特别在生死创纳的时候 一心念佛 就齐请本尊加持 所以来恩生无善心 所以文殊菩萨 对我们的加持 让我们没有不善的心 这里面善还要讲是善根 没有贪嗔痴的 生起利他的心 一礼善之事 恩掌无三学 还有实现在这个世间的 这些善之事的加持 能够增长我们的戒定会 有了戒定会 就能够消除我们的贪嗔痴 等等 沾尾区 沾尾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的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 指挥中心根据疫调评估 公布个案公共场所活动地点 如果您曾出入个案相关活动地点 请自主健康管理至接触后14天 期间如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 请佩戴医用口罩、尽速至指定社区裁检院所就医 您可至疾管书网站或播1922专线查询与您最近的裁检院所 提醒您 自主健康管理者就医时不可搭乘大众运输 并请主动告知相关接触时 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外出请戴口罩 早晚量体温 随时注意自身健康状况 指挥中心关心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是赞忠 大家新年快乐 累积福报最好的方式 就是实践爱与慈悲 那才是真正法的实践 希望大家新年过得好 事事如意 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良性循环的生命 阿弥陀佛 新年快乐 念佛伤净土 禅佛杜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佛教的财富法门 夏天 禅寺 点 你 词 放 刻 劉 五色彩神之黃彩神 是西藏最古老佛法雍眾本教十五遺軌中的五色彩神之一 屬於密序之中的神 屬於密序之中的神 是西藏最古老佛法雍眾本教十五遺軌中的五色彩神之一 屬於密序之中的神 本坡教徒作為方便修法 佛祖祈美祖僕和信饒密沃佛等人 傳授了許多種彩神的修行方法 黃彩神為藏地各大教派尊奉的五色彩神之一 黃彩神在密宗教法中屬於彩神 也是護法神 也是藏地諸彩神之首 黃詹巴拉即為黃彩神 詹巴拉修煉方便中載 寶貝坐上雄獅力 蓮花寶貝放光芒 方便猶如日月灰 此為彩神阿爾雅詹巴拉 黃彩神形象一面惡臂 該神升皇挺度 以仇段寶貝做裝飾 頭戴保冠 花卉耳式和項鍊 臂戴臂濁 族式族濁 右手持摩尼寶珠 左手輕抓口吐珠寶的圖寶鼠 上針財寶 以如意做左腳驅 鞍坐於蓮花月輪上 用腳青彩海螺寶 象徵他能入海取寶 藏地民間對他十分崇拜 當初釋迦摩尼佛在 林舊山宣說大波惹時 諸魔鬼神等街前來障礙 令高山崩塌 大眾驚慌 此時黃財神就現身庇護 後來世尊主婦黃財神 當於未來世幫助一切貧苦眾生 為大護法 誠心送食黃財神心咒 可獲得其庇護 能裁員廣盡 免除貧窮和一切經濟窘困 如果能發五上菩提心 發願就渡一切眾生於貧困 則福德更不可限量 黃財神為北方私財眾部之首 掌珠寶庫 古修時